在使用快兽套装的时候啊 我就去了一趟日本 那大家对日本的想象就是美食 淀粉跟甜点嘛 那真的我在那个时候啊 一天大概就是有午餐的状态之下 然后甜点也很开心吃 包括日本的水果又很甜 就没有想到使用快兽套装 回来我自己在量身形跟拍照的时候啊 其实就已经小非常大一圈了 那当时呢就又想说 哎有快兽班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就想说来使用看看快兽班呢 再加上快兽套装 会有什么样好的结果 本来我其实在使用快兽套装的时候啊 我只有身形上面的改变数字哦 其实都没有变动 就再加上快兽班的 这样的一个执行效果啊 我就产生了量跟值的改变哦 首先呢就是我的这个体重加体脂啊 竟然呢加肿起来 在短短的时间就少了将近6.4公斤耶 脂肪上面就少了3公斤的唇油 那我的腰腹围也少了10公分 那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 我的体年龄竟然从呢 就49岁来到了44岁 非常感谢快兽套装跟快兽班的这个双组合呢 就是在回国要去那个帮朋友买烟的时候啊 那对方还看着我说啊 未满20岁是不能够用那个护照买烟的哦 我当时就非常的爽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难免都会有想要放纵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背景 建筑背景最喜欢的就是爱喝酒嘛 就是一日无酒不欢这样 所以才会开始有一些就是肚子大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呢加上快兽班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啊 我竟然哦 在前两天回到台中的时候啊 我的阿布看着我呢 就说哇塞你真的瘦了耶 他就拿着那个赛衣架呢 在那边绕了我一圈这样子哦 然后就说我的屁股野兽啦 那现在事情是我去马尔蒂夫玩的时候啊 竟然穿下了我2016年哦 就是呢最瘦的泳装的裤子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非常期待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挑战呢 快兽班呢 加上快兽套装的好结果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 谢谢大家